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爆发的冲突已经持续了10天 旨在结束破坏性暴力的外交努力在5月19日变得更加紧迫 国际社会越来越一致地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放下武器 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带头呼吁停火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何时会对该决议进行表决 埃及安全部门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在调解人的斡旋下 双方以原则上同意停火 但是细节仍然在秘密磋商中 在公开场合各方都否认达成协议以防止协议破裂 以色列5月19日宣称 将不会为结束与加沙地带的敌对行动设定时间表 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也否认了有关该组织已经同意停火的报道 但是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 白宫称 总统拜登在周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详细讨论了加沙的局势 拜登告诉内塔尼亚胡 他希望今天在实现停火的道路上会有重大进展 尽管国际社会加大了调停力度 巴以双方的冲突仍然在继续 周二晚上 以色列发动了持续25分钟的空袭 击中了加沙南部的一些目标 包括已军称哈马斯所使用的地下隧道 哈马斯则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50枚火箭弹 导致特拉维夫以南的沿海城市阿什杜德和靠近加沙边境的地区警报不断响起 夜间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报道 但是数天的火箭弹袭击让许多以色列人感到不安 加沙卫生部表示 在为期10天的空袭中 219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空袭摧毁了道路、建筑和其他基础设施 并使加沙地区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更加恶化 以色列报告的死亡人数为12人 自冲突以来 数千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境内 造成人们恐慌 纷纷涌向避难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周二在向驻以色列的外国大使发表公开讲话时 没有提及计划何时停止冲突 他表示 以色列正在进行强有力的威慑 以防止未来与哈马斯发生冲突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表示 在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 将近450座建筑被摧毁或者严重损坏 包括6所医院和9个诊所 超过5.2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乙军的空袭在加沙城街头 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弹坑和成堆的瓦砾 进一步恶化了当地人的生活状况